下載的方式我把它放到雲端 假設這個檔 雲端白板裡面有Member 你把它記得 這邊有個檔案 把它下載格式選TST不要選錯了 OK 然後下載完之後的話 它的檔案就在這邊 我們在資料夾中顯示好了 它的位置會在 我的是在第一疊底下 可是你們的可能會在其他吧 也許在下載裡面吧 不一定 每一個人的電腦設定不一樣 那我的路徑在這裡 第一疊底下有個Member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它會是一個TST 所以你可以 把它檔案 另存心檔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比較關鍵的地方 就是 它的那個什麼呢 編碼 特別注意 編碼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Google 從那個雲端 我是Google的雲端硬碟 那Google它的編碼方式 通常都是用UTL8 所以特別注意 跟微軟用的不一樣 微軟的話 它用的是這個 另外一個 這個 ANSI 所以如果說今天 假如它不是ANSI的話 你可能開檔的時候 要特別跟它講 你開檔的時候 要用UTL8方式來開 不然的話 會開不了 所以第一個 那我們要怎麼開檔 那我們首先的話 大概知道一下編碼方 接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個檔開起來 做後續的應用的話 那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我如果是 我把那個開檔部分 先 接下來我先建一個 建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名稱 模組名稱叫這個 讀取會員資料 檔案 OK 然後Finish一下 建一個空的 然後就把它Cancel掉 再來的話 程式 如果我要開它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在Python裡面要開檔 基本上 剛剛講過 F等於什麼 Open OK 刮鬍之後的話 接下來雙以後 跟他講說 我的檔案在哪裡 剛剛是直接在這邊 所以不用跟他講說 在D碟在哪裡 那因為我在D碟 所以D冒號斜線 這就是D碟 D碟底下的話 有一個檔案 所以我放的位置 特別之後在這邊 然後他的名稱叫Member OK 如果你怕打錯 你把那個檔名複製一下 Member 特別後面記得 要加.tst 好 副檔名一定要加 因為 之前有同學忘了加副檔名 奇怪 就開不起來 OK 這個很重要 OK 然後 再來的話 鬥點 跟他講說 我放在 用R的方式來開 再鬥點一下 剛剛有看到 如果你 預設開起來的時候 假如是 已經是ANSi的話 令存心檔 如果已經是ANSi 那就不用後面的參數 如果你是UTU8的話 那你可能要多加一個叫encoding 就是說 跟他講說 編碼方 encoding就是編碼方式 encoding encoding等於什麼呢 就幫我幫我把那個Member裡面的東西全部讀到F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把他裡面全部的東西把它讀出來 並且看到 接下來跟剛剛類似 這邊 如果我要把裡面的東西全部讀進來的話 那我這邊呢 可以用一個叫realize 這邊有一個 我前面加一個list好了 因為 剛剛list1等於什麼呢 F. 讀的話呢 叫read 剛剛一定要用一個方法叫re-line 打錯了 read 打一個 read 那read-line是讀一行而已 可是問題啊 他這裡應該不只一行吧 有沒有 他這邊剛剛看到這個裡面呢 總共有一個欄位名稱 加50個會員 所以應該50一行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realize的話 他只會讀這個 那應該是什麼呢 你應該要什麼 把所有的每一行都讀進來 這個特別注意 在python 我覺得他還蠻人性化 讀一行是realize 那讀全部的話呢 多一個什麼 X就好了 還蠻好記的吧 我覺得 Python裡面蠻多 這種很人性化 很直覺的敘述方法 不用記太多 read-line是讀一行 realize是讀很多行 可是問題來了哦 如果你realize 是讀到 讀一個字串 但是呢 如果你是很多行 他會變這個一個字串 這個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 他會讀在一個串列裡面 他不會讀到一個字串 他變很多個嘛 所以他會給你什麼 一個中瓜糊 裡面一個一個的字串哦 OK 所以我們可以 所以我前面一個liste啦 liste指的是去接他 然後我可以怎麼 那在底下print它好了 print 把這個liste幫我print出來 先寫三行看看 應該可以看懂吧 所以其實 Python已經把那個檔案讀取 已經是程式最小化了啦 你看那基本上不用背太多吧 這個都還蠻直覺的吧 open open的路徑 然後什麼方式 編碼方式 然後readerize print出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把它執行之後呢 誒有沒有發現 他基本上 中瓜糊嘛 然後呢 裡面的話就一個字串 不過前面有一些符號 這個先不要管他 他會把什麼呢 編號有沒有 誒 讀過來 然後呢 這邊一行有沒有 一行呢 就放一個位置 前後就一個字串 啊這個是段落符號 這個就反斜線N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 又是第二行 啊後面一個換行 誒 這樣的話已經讀進來了 但是問題哦 我如果今天希望把它分開來看的話 誒分開來 那怎麼辦呢 接下來哦 我必須怎麼樣 把它分別切開來 誒 所以要怎麼切齁 你會發現呢 他基本上呢 我可以在這邊打一個for for回圈的話呢 你可以什麼 for i 嗯 in range 有沒有 那把它一個一個 把它讀 讀進來 那range的話呢 基本上哦 你可以跟他講說 第0個 這個是第0個 到最後一個 那你可以 總共有幾 我不知道 不過我可以用len 刮糊 OK 然後跟他講說 全部啦 那全部單應該是 總共編號 總共50個會員 加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應該51啊 所以他讀進來應該是 總共有51個 那我應該是編號從0開始 所以應該是0到50嘛 對 所以到51 所以應該寫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len 因為這個len是比較等於51嘛 那應該0到50剛剛好 OK 應該懂的意思吧 這len是裡面有幾個嘛 總共 第一個嘛 第二個 一直 總共 籃位名稱是第一個嘛 最後有50個會員 所以加起來的話 51個 對不對 但是問題喔 他輸出的編號 編號是從0開始 所以會少1啦 OK 大概這個概念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它冒號 Enter一下呢 分別幫我把它print出來 print什麼呢 print 那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print 這個 後面加一個中瓜糊 再把i放在這裡 那他意思就是說 幫我print這個 有沒有 先幫我把這個拿出來 幫我印出來 再把這個拿出來 再幫我印出來 一個一個 那這邊可能會出現一些狀況 什麼 他這邊呢 有換行 那print本身也有換行 所以會怎麼樣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print它 有沒有 這個是 藍位名稱 但是它會怎麼樣 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發現 這邊多一個換行 print本身的換行 跟 這個輸出的換行 變兩個換行 所以你要怎麼樣 把那個其中一個換行拿掉 就可以輸出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們 這個不要print 然後如果我要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 我們前面講過 do.end 等於空的 就是print本身那個換行 不要 直接執行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第一階段 如果我要看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OK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試試看好了 反正分階段 第一階段 先把串列先讀出來 兩行 再來的話分別把它一個一個把它print的出來 來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OK